今天我們來做一個清爽的蔬菜海鮮濃湯 適合一樣在健身或是飲食控制的朋友 蔬菜湯底可以一次多做一點放在冰箱裡備用 首先把洋蔥、彩椒、西紅柿切片 放在鍋裡加一點橄欖油跟鹽炒到變軟 放到破壁機裡面高轉速打40秒 我覺得可以打兩到三分鐘 這樣子過篩之後口感就會更細緻 用勺子在濾網上壓一下剩下的殘渣就可以丟掉了 南瓜濃湯也是一樣的做法 這時候再加一點鹽跟胡椒去調味 我加了一點鮮奶油讓口感更滑順 但是特別講究的朋友你可以不要加 掃完鮮奶油之後看起來是有點像拿鐵的咖啡 接著你可以把海鮮放進去 等到蛤蜊開了之後我們才放魚片 因為魚片不需要太久的時間 這時候記住要試一下味道 因為海鮮會帶來很多的鹹味 我用了巴鯊魚片 但是你用其他自己喜歡的也可以 但是三文魚的話不太建議唷 盛盤之後放上歐琴鍋香菜做一個點綴 我自己特別喜歡黑胡椒 所以我還會加了很多 這時候我會切一點大蒜麵包 沾著吃 這就是很簡單的一餐 大概15分鐘就可以做好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簡單的海鮮烏飯 做成烏飯或是烏麵都很好吃 首先把番茄對切用橄欖油炒到軟 這個過程會比較久一點 可以加一點點的鹽幫助番茄加快變軟 接著依序放入海鮮 海鮮也可以改成自己喜歡的 但是強烈建議一定要加入蛤蜊 整個味道會變得鮮甜很多 轉大火蓋上鍋蓋 煮到蛤蜊都打開了 再加入一大塊的黃油 跟很多的羅勒葉 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在選番茄的時候 要調整這種口感比較酸的 一般太甜的番茄煮出來口感不好 湯汁收到自己喜歡的濃度就可以了 我這裡就把米飯直接加入鍋中燉煮 這邊會推薦使用隔夜飯 粒粒分明的口感比較好 當然你也可以把湯汁直接淋在白米飯上 兩種都很好吃 就看你們喜歡什麼樣的口味囉 嘿今天我們來做奶油青醬海鮮意麵 大家應該會發現我非常常做青醬 因為我覺得青醬是一種各個料理都很好搭配的醬料 而且重點是很容易做 你就拿刀切一切就可以了 我們把洋蔥羅勒大蒜都切碎 用橄欖油炒香之後依序加入海鮮 加入蛤蜊之後再加入一小杯的白葡萄酒 蓋上鍋蓋大火約三分鐘蛤蜊就不開了 蛤蜊的鮮味就是這次料理的靈魂 接著轉成中火先加入西奶油之後 再加入羅勒跟大蒜 稍微攪拌一下之後就加入煮好11分鐘的意麵 再攪拌 這時候你可以確定鹹度再決定要不要加鹽 那麵的硬度也可以在這個時間調整 如果你覺得太硬了 就把剛才煮麵的水加一杯進去繼續煮 我們這次搭配波爾多AOC產區克拉克城堡 美雀白葡萄酒 雖然大家聽到波爾多第一時間都會想到紅酒 但是它的白葡萄酒其實性價比非常高 品質也非常的好 帶有清新的水果香跟奶油般絲滑的口感 跟料理是非常搭配的 今天我們做一個油燜花隔 我在網上看了爆炒的花隔 感覺特別好吃 但是我想做一個少油煙一點的版本 分析給大家 洋蔥切成大塊 然後把它一片一片的剝開 蒜呢壓過之後簡單的切碎就可以了 我這邊放了四顆大蒜 薑呢也簡單的切片 小米拉切的時候特別小心 不要辣到自己 再來準備調料 我用了蠔油、生抽、針魚豉油、鎮薑醋 還有一點點的料酒跟白胡椒粉 喜歡甜的可以加一點砂糖 再來切點蔥花 大火熱鍋加入大量的底油 再來就有點像油燜結了 你把洋蔥啊薑片鋪在底部 也加入蒜末 這邊我們稍微炒香大概一分鐘 花隔直接放在上面 加入一點的料酒 剛好可以保護花隔不會上到不沾鍋 蓋上蓋子 全程大火 大概兩分半到三分鐘就會打開了 倒入醬汁跟水澱粉一點勾芡 你不喜歡的話水澱粉可以不要加 因為花隔很多水分 收乾一點醬汁之後呢 我們撒上小米辣跟蔥花 到這邊已經完成了 這個菜啊讓我感覺就像是大排檔的那種 但是特別特別的下飯 我這次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鍋子用的太小了 所以沒有辦法做一大分 我感覺會特別費米飯啊 今天的這個做法呢 雖然比起爆炒少了一點鍋氣 但是花隔我吃起來 我覺得會更多汁軟一點 重要的是沒有那種大油煙 也不需要一直擦廚房 分享給你們用餐愉快 嘿下雨了一個人在家會吃什麼 做一個料理的時候充滿有生的料理 空冷鍋的時候 用橄欖油把大蒜跟辣椒沫炒香 接著加入青口杯跟蛤蜊或是自己喜歡的海鮮 轉到大火加入黃油跟白酒 是那種有一點甜的乾白葡萄酒 別加錯了喔 等到蛤蜊打開 撒上切碎的香菜或是芹菜葉 一點胡椒或是檸檬調味 鹹度呢看個人 這就完成了 靜靜的喝湯吃海鮮 看著雨天 這就是人生啊 很多人 小 Laugh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